梵蒂冈电台训 教宗方济各1月19日下午 访问了罗马中央火车站附近 由慈祐会管理的耶稣圣心堂区 教宗为时约4个小时的访问 沉浸在家庭的气氛中 他接见了难民、无家可归者、儿童、新婚夫妇和修女团体 教宗勉励信徒要信赖耶稣 因为他永远不叫人失望 他来除去世上的一切罪过 耶稣圣心堂区的许多信友 怀着喜悦、热忱和欢迎的心 接待了教宗方济各 教宗说 耶稣宽恕一切将罪过连根拔起 习者若汉邀请每个人增加对耶稣的信赖 教宗解释说 信赖主耶稣是生命获得成功的钥匙 这是我们应该下的赌注 信赖他 他绝不令人失望 永远不会 耶稣圣心堂区是教宗访问的第四个罗马堂区 请不吝点赞继继续